1.张萌跟金恩胜拿婚礼炒作 这一对,从恋爱到求婚再到结婚,都是在网友的眼皮子下面进行的 阵仗一直都挺大,热搜上过好多个了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并不算是多光彩 金胜恩在张萌之前,是有过一段很长的感情的 要是没有记错,他是不是还有个孩子 他俩现在也不考虑演戏了 已经把直播带货当成主业了 包装、营销模式都是按照大网红的来 秀恩爱、吵架、和好 这种剧本圈圈都看腻了 他们俩也得挨着来一遍 2.大S怀孕了 昨天刚讲完汪小飞,今天又要讲大S了 这一对的故事是真的很精彩 圈圈冲浪看到有个短视频账号发布了视频 大S怀孕三个月,畏惧俊叶突破底线 心疼汪小飞 这视频给圈圈人都看傻了 大S在还没跟汪小飞离婚的时候 意外怀上了三胎 结果自己没注意 孩子流产了 对大S的身体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医生说了 他之后会很难怀孕 也不建议他怀孕 3.张子峰带男朋友见家长 4.萱萱靠热梗翻红 5.王一博被恶意打压 前段时间长空之王突然撤档 就有很多小表辈 问圈圈是王一博出啥事了 还是他得罪人被恶意打压了 都没有熬 电影撤档跟他本人没啥关系 王一博现在在电影圈混得还不错 跟不少大导演都有往来 他背后的Z本为了帮他拓宽人脉 可没少下功夫 他手里面的电影存货 无名应该是最快能上的 票房准备争取个跨年档 热烈可能得明年上半年 长空之王现在不好说 有很多还需要修改的地方 他的下部戏 最近溜来溜去溜了很多 但是 圈圈这边得到的消息是 还没有定下来 最近还在看剧本的阶段 都是电影本子 他团队保密工作做得挺好 不到十拿九稳的阶段 是不会放出消息的 至于其他的吗 最近也就是参加些商务活动 后面还有两新代言